将将三人行 咱们请雷伊斯坦 咱们两位谈 你们两位谈 就经常可以谈到一些故人 最近有一个人去世了 其实要照我觉得 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说 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这是谁 那么他去世的消息 我也不觉得在普通老百姓当中 有什么反响 有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有一种处境 你以为你自己为人民奉献了一生 你死了人民也不知道你是谁 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人叫陈应珍 陈应珍 你知道我想谈他 其实我也并不是真想谈这个人 我想谈跟他相关的一些个思潮 我觉得这个事有意思 这个包括他关联到 我觉得咱们的话题啊 往往呈现出啊 时代发展到某个时候 有种问题啊 是不是在提醒我们 比如说你看咱讲卡斯特罗 这是这个一种左翼的思想 原本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左翼 这些东西啊 好像被人们遗忘很久了 可是哎真的 我现在经常想起啊 共产党宣言里 第一句话 马克思的第一句话 他说这个一个幽灵 一个幽灵在徘徊 我就觉得啊 你不要以为他会消失 我觉得这个幽灵 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 他也会永远存在 那当然 只要有阶级 对吧 就他就甭管你搞资本主义也好 你搞社会主义也好 你只要存在阶级 这个幽灵其实不会消亡 是吧 而陈颖珍跟这个幽灵 是个什么关系 他是一个台湾的作家 很有意思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啊 陈颖珍最近呢 这个去世 在北京去世 据说跟这个 这个中风啊 多年 这个奋斗多年 他在台湾比较 大家熟知的 就是办了47期的人间杂志 叫即时摄影 还有这个报道文学 他就讲究啊 用这个弱者 小者的这个态度 去观察这个台湾社会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雷老师见过 但是我 我很早知道这个人 就是说 他是乡土文学 而且他受鲁迅 他们的影响比较深 而且主要是受鲁迅 关注弱者 关注底层的这个影响 但是我 我确实没有想到 他后来就 这个转变 就是从一个作家 变成一个 左翼思潮的 一个代表人物 而且他很顽固的 坚持他的这个 左翼立场 非常有意思 就是 我后来 我反正我在我的 在我的心中 我觉得他后来就变得 有点为理念而理念了 就是他 他对大陆的改革开放 我认为他 他是关注的不够 而且他 不够同情 他只是关注 大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是不是已经变修了 变姿了 包括他对大陆的很多作家 他不聚焦 不形成交流 你们要看 王安一的回忆文章 还有阿诚的文章 都可以看出 他是 他是 他是跟这个大陆作家 几乎没有形成对话 特别奇怪 他好像生活在一种 他这个真空状态 这是我对陈颖珍的一种 一个特别 你说的王安一那个文章 我看了 这个王安一 这个 就是说 在他心目中 他是把陈颖珍这个人 当成前辈和偶像 他那么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真见了面 这一聊呢 又觉得好像 没法聊不对位 聊不对位 但是聊不对位呢 他倒也不像 有些中国知识分子那样 就说觉得陈颖珍 没法跟他聊 他这个 他感觉到有种惶恐不安 就是我觉得至少 王安一在这个文章里 就是说 在说在王安一的文章里面 就是陈颖珍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理想的化身 我们这些现实主义者 在这些理想面前 可能有点惭愧 对 对吧 你比如说 很多的 我知道大陆知识分子 是不同意陈颖珍的 就说说说说不说白了 但是呢 这个王安一 他就是写到一个细节 很有意思 他说当年 他们去美国 这是80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 他就说美国 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他甚至 他学美国人奢侈的 用那个纸巾 那时候大陆都没这个纸巾 对吧 他说那个时候 他碰见陈颖珍 他说但是呢 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陈颖珍好像 给他打了个预防针 他说 在那个时候 我如果没有遇到陈颖珍 我也许就不能应对 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 他说陈颖珍就好像 在很早的时候 在中国知识分子 不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的那种思想啊 还就是说 要警惕资本主义 那么他说 你看大陆到了今天 也物质极大丰富了 但是他说 我还能够有一种清醒 不会被 不会成为消费主义的奴才 物质主义的奴才 他觉得这种东西 跟陈颖珍一直坚持的 某种理念有关 我不知道雷老师怎么看 因为陈颖珍呢 陈颖珍先生呢 我是就北京亚运会 应该是90年吧 90年代初 90年代初 他是受邀请来参加亚运会的 参观那个出席吧 他绝对是我党喜欢的人吧 就是他是主张 就是台湾那个统联 统一联盟 那一批人都邀请来了 其中有一个人呢 正好我认识 一个老先生叫前建潮 是他们的 他们一起来的 前建潮是经过抗战的这一代 曾经是新四军 他父亲叫钱纳水 也是一个老公安 我们不谈他的经历了 因为他是坚决主张 中国一定要统一 他统联都是这个 前江潮先生就是 他是经过抗战 他说一定 他觉得很急迫 他说要在 抗战的这一代 还在的时候 是中国统一最好的 一个客观条件 他们那一批呢 正好我认识 前江潮先生呢 就有在饭店里 几个朋友和前江潮先生 一起谈 前江潮先生说 我们这里还有陈云珍 也在我们这个团里 就在楼上 我跟他喊下来 我一听陈云珍 那是大面丁领的 对对对 作家 作家 对 我们读过 试存苦白 应该对他的作品 更了解 相土 我就知道这是相土 这时候陈云珍 后来就下来了 他确实 你看看他相貌堂堂 嗯 个子很高 哦 满头银发 白发 其实也灰白的 就是白发去读 是不是也比较自负 呃 那个实际上倒没这种感觉 他实际上是很魁梧 很高大 相貌堂堂 说话 那个叫什么中气 什么很多 有点像受过训练的 那个话剧演员 才会有那种胸腔共鸣 嗯 说话很有很有条理 嗯 很具有这个感染力 但他是 你谈话过程中就知道 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 对弱势 对什么的光环 但是就像 试存谈到 后来我们又有过几次 单独的谈话话 或者什么呢 一谈到关于中国的现实 嗯 关于改革开放 对 关于文革 嗯 那就发现干戈不入 对对对对 比如说 他确实 他经常说 他在台湾的时候 在白色恐怖年代 嗯 他的理想 就是中国的文革 觉得那是人类 叫一个最美好的社会恐怖 他始终这个没有放弃 嗯 那就是他也是个毛粉 就是说 对 他就谈到他从那个 他在监狱里面 嗯 他多次给我谈到 在68年到75年 在台湾是坐过牢的 对 他多次给我谈到 这个我才知道 他的68年到75年 他的经历 和那个支撑他下去的信念 对对 所以他是台湾本土人 但他是坚决的 统派 嗯 坚决的统派 那么一谈到一些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 嗯 但是呢 他就 至少是有疑惑 你怎么和世界和资本主义 社会接轨 嗯 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啊 那那么他对文革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就是知识分子 或者是中国 一些普通人的 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嘛 他 你跟他说 好像他不是很能够 同情 嗯 正式或者是 怎么 他有他的一套理论 来解释这个事情 关注的 对你说啊 他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观念中的 呃 这个人 但是后来 我看他在2008年 后来我和他就没有什么交往了 但是 2008年 他又写了一篇大文章 我看他还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又赞成了 说是世界上少有的 在评处 差距这么小的情况下 实现了这什么什么 这篇文章当然也影响很大 是吧 他是反驳那个如荫台的 对对对 哎 你要这么说呢 我就觉得啊 他呢 你这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知识分子啊 走过的这个精神之路啊 跟一个出身于台湾本土的啊 嗯 走过的这个精神之路 思想之路就完全不一样的 比方说啊 呃 像80年代的时候 这个西方的很多哲学 嗯 东西啊 这个这个这个进来 那个时候我们如鸡四可 而且那个时候实际上 是感觉到了 刚从一个文革的这个浩劫当中 走出来的人 对 我们需要的似乎是 另外一个迹象的东西 嗯 可是你知道他在台湾的这种啊 他最早就感觉是欧洲的那些左翼思想 是 他人 他就说他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祖国 嗯 就所谓真正的知识分子 嗯 哎 就是要 嗯 这个批判 呃 这个这个 怀疑不满 而且他那个不满在哪啊 最后他找到了马克思 嗯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其实他还是觉得 就是说 哎 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是个坚定的统派呢 他认为台湾问题 不是什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问题 嗯 他认为 他的认为就跟毛主席当年说新疆一样 嗯 就说新疆的这个问题啊 是阶级问题 不是民族问题 毛主席用阶级问题 对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是 咱们被压迫阶级 咱们要去 没有什么 就是民族 你看他这个陈 陈永珍他就认为 台湾问题呢 本质就是本质上 它是一个 不不 不是一个什么省级的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本质上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嗯 甚至你把这个话题再广而言之 嗯 他会觉得是资本主义的入侵 对 比如他跟王安逸曾经讲过一个什么 block 就壁垒 哦 壁垒 比如你讲什么全球化讲什么 他感觉到的威胁是那种 你觉得吗 欧洲那种左翼的社会主义者那种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全球化呀 对 这个奴役我们 就是 就是说 我一辈子奋斗的应该警惕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成为资本的奴隶 不要成为物质的奴隶 对 不要成为身体的奴隶 不要成为心灵的奴隶 为这个被侮辱啊 什么预备 损害者 他他他这 对 所以他会觉得很多时候人觉得他不合时宜 就是他 你看我摘出他一张画 你说 你可以看看 有助于大家了解他 他他坚持什么 你看 我们应该给予社会主义一个选择的机会 而不是像现在绝大部分人那样都变成犬儒 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冷嘲热讽 虚无话 无政府主义话 什么都反对的过日子 然后自己也不快乐 又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生活 作为一个作家 更是如此 是不是还有一把 我总觉得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 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 给磋商的人以安慰 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 你可以笑我 笑这种思想的人现在太多了 不过我觉得我无所谓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一碰到这样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喜欢问专家一个问题 我说就接触过他的人 我老喜欢问这种问题 我也发现 这是我衡量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一个信仰者 这就好像我们可以问 卡斯特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一个信仰者 格瓦拉是一个信仰者 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我觉得我有时候 如果用一个 如果用网友的语言 这应该是一个智力不足的 或智力不够的一个信仰者 真的 我就像刚才看他的那段话 他说他要关心广大的人民生活 对 是吧 但是他跟人民其实是非常非常脱节 这就有点像那个国内的 有些左翼的年轻 年轻的知识分子 当年就在我们面前争论的不得了 就是他们争论就是意思说 我们湖南的农民不应该去深圳打工 我们应该阻止他 别让他们去打工 但是你真了解农民的生活吗 了解农民的心理吗 你不让农民进城 农民答应吗 你说你关心农民的生活 说因为他只有不进城 就不会受资本家的盘剥 是吧 不会在东南沿海被这些 这些这些企业家那个压榨 这是他们的想法 很理想 但是他跟那个 跟跟当事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就像陈寅珍当年在一个会议上 那个那个 好像他语重心长的告诫中国的作家 说你们要关注中国的现实 不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因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对这个生态环境 对事态环境 对心态环境的污染很严重 但是当时像张铅亮这样的作家 在会场上就是这么说 我们欢迎大家来 我们临下污染 对不对 它是两个路数 污染我们就富了 对 就是他完全不理解 比如说像张铅亮这样的 这样的知识人 包括临下那个当地的人民 他可能是希望发展 他那边人就说 你们别发展 你们就这样就挺好 但是那对于陈颖珍 他所代表的这种 这种高悬在很高地方 这种理想主义 难道不应该作为 咱们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这个呢 我觉得理想主义是应该 我们尊重的 但是呢 这种高悬的理想主义 有时候你根本不接地气 他虽然强调要和人民的生活 恐怕他在台湾他很了解 大陆的历史 昨天今天 他未见的了解 所以他才会有种种看法 觉得改革开放 实际上他觉得改革开放 就你刚才说代表用作业 觉得是工人 打工的呀 什么 受剥削 实际上改革开放 使中国普遍受益 各个阶层 尤其开始在那期间 各个阶层普遍受益 比如说农民 包产到户 对对对 他的理想中 人民公社才是 他根本不看你 人民公社究竟带来的是什么 是人民公社 农民生活更好 还是包产到户 农民的需要 他从理念出发 而且他的理念 我认为他的理念的角度也在变 就像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 举他写那个文章 称赞中国改革开放 这三年的成就 但是我用我刚才 他在那个会议上 用污染来批评 批评中国的社会的发展 那么他觉得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站在污染的角度 他应该批评 还是批评我们的现实 他怎么又来称赞我们的现实 所以我看到他08年 那篇文章 我觉得他变了 我觉得他变了 对中国改革开放 我不知道是出于 是他真正了解改革开放 观点发生变化了 也可能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很成功的 贫富差别很小的 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实 你觉得这种 你觉得你接触过他 你觉得这种人 他讲起话来 是不是那种 感觉感情因素特别大的 而是比较大的 是吧 一说就激动 就是容易那样的 他使用那种 左翼的那种 他也不是特别激动 但是说话 你看他作家 你没有那种感情 没有激情 那就成为一个纯学者 而不是一个作家 作家总要有那种 你知道我听说 阿诚老师一个段子 也很典型性 就是有的时候 为人民 实际是个非常精英的 他人说法 比方说他有一次 见到阿诚 阿诚他们也是很尊敬他 觉得都是 然后他一问阿诚 就是说 说你怎么看人民 这个概念 结果阿诚一直没 没弄明白 什么意思 阿诚就说 我就是人民 我就人民 就是所有人加起来 我就工人 农民 听说后来走了之后 就感到极之失望 就是说这个 陈颖针对阿诚 这个回答 非常失望 就是说 怎么能够 是这样 后来后来 他们就想 就想到 他的那个思想 就是说 后来阿诚就猜 说那我估计 他是 就是说人民 为了人民 他显然是认为 他是在人民之外的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 很有趣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什么是人民 我们觉得 我们就是 比如阿诚后来 还就说了 就说你看 就好比说 一个小客厂 这个人 他在单位公司里 不是 他在单位里 他受更大的领导欺压 但是呢 他回到家 也许他可以施展一些 他的小权利 他还可以干预一下 子女的婚姻 对吧 他在这 他人性这个东西 是吧 但是陈颖针 反响的那种人民呢 就说 人的异化 他确实就是 马克思提出的 这个人的 这个异化问题 就说这个人呢 他会变成一种工具 然后呢 就是被奴役 被损害 但是问题在于 今天 而且很多被奴役 被损害 就像你说的 张谢亮似的 好像还上赶着 被资本家剥削了 那这个他们就 有一派知识分子 觉得这个是人 人类的可悲 他站在人类之外 可是人类 你们就做奴才 做资本的奴才 做全球化的奴才 他反美 这坚定的反美 做美国的奴才 你们不可悲吗 你觉得这种理念怎么样 这种理念呢 它是从远远流长 要你说一个幽灵 它永远不会消失 它作为对这个 这个现实社会的一种 批判一种警醒 是有 有作用的 但是呢 它确实 它这个实际上 一种理想 如果没有现实 或者不看到现实 你要强行贯重 像这种当年的那些体制 会带来很多的 这个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 它既然做一个理想 它就应该一以贯之 它不应该在 比如说在80年代 90年代初 它用污染来指责 中国的作家的认知不够 但是它到了2008 它又 它又表扬这个深受污染 深受发展之害的一个社会 比如说像今天 我们都知道 这个污染的危害性 或者这个发展 它带来了负面作用 而且在我们身边 雾霾这么严重 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它为什么又 又改口来称赞这个东西呢 这不是就没有意义贯之 因为它那个时候 就是90年代 它对这个贫富差别 它比较敏感 它认为这是 但是到2008年 它认为这是贫富差别 最小的情况下 那有 那有 有点胡扯吗 那篇文章我想起来了 明张的 2008年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什么 文明和野蛮的辩证 还是辩证法 就是这个题目 那就说明 他到大陆来 反而他的视野 他的那个 他的信息的 信息的收集 更加狭窄 他不知道 今天的这个贫富差距更大 他不知道 今天的这种发展的负面作用 我们大家都认知 认知的越来越深刻了 你觉得他是主张那种知识分子 应该永远的批判吗 因为他觉得他接续的是鲁迅 他当年遇到鲁迅 对 批判什么 在哪个社会批判什么 他在台湾当时批判国民党 我特别想问 我不好问的一句话 因为他是一个台湾本省级 他是坚决主张统一的 对 他绝不会投民进党的票 对 他又对国民党 他是关过他 他是非常可以说不喜欢吧 是不是愤恨 我不知道在这两党竞选的时候 他会投哪个 国民党是主张 移一个中国的 但是是代表了 用他的阶级分析 是代表了大地主 大自然阶级 什么什么的 我不知道 但是民进党呢 是坚决主张 实际上是要台 台独的 而且我觉得 他既然说 他受鲁迅的影响 那么我想的话 受鲁迅的影响 鲁迅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鲁迅一直生活在亭子间 上海亭子间 他的生活就有点 类似于阿诚说的 我就是人民 他没有说 我在精英层里面 有转 而且我自认为 我在人民之外 对吧 一个真正的 理想主义者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不说切搞了 我们说格兰西 意大利的 那个共产党的理论家 格兰西说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存在 有机知识分子 对 就是你一直坚持 你的独立的个体 你在社会上 是一个游离状态 但是你的 你的眼睛永远是 永远是平视 永远是下面的 而不是说 我在人民之外 甚至我在人民之上 我在看着这些人民 我要帮你们 我有时候在他身上 我能感觉 我可能是误读 我老感觉到 就是还是 上几代的那种知识分子 还是说中国的 这些读书人 有那么一种 就是苍生 我让我觉得 他心里经常 自己就感动 苍生 虽然苍生 也不知道他是谁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他倒是提出一个 我觉得也值得注意的 一个表述 他就是说 这个殖民后的第三世界 就是他就说台湾 台湾 他说 他讲 他说台湾的历史 也应该成为 中国历史当中 很独特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 也我觉得 给了我们一个视角 你想当年 你比如说 我也在香港 我住在香港 就是有时候 内地大陆的人 很难去理解 台湾和香港 因为这个就属于 陈颖珍所说的 台湾 他说 是日治50年 就是 他是殖民地 但是殖民地之后 那个第三世界 所以他就这么一个概念 甚至他说 你要用这个概念 也许你就可以去理解越南 像我们可能一下就觉得 越南 你背心弃异 他说这种 大陆周边的这几个地方 他都有被殖民的历史 而殖民后的这个第三世界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 理解世界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 我觉得你说 这算不算一个老马克思主义者 纯种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怎么叫纯 现在是 马克思主义 任何一种主义 你看从佛教 什么一种 各种主义 他一到后来就会分成 很多很多流派 马克思主义 有斯大林模式的 列宁式的 中国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那个有西方 有西方马克思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 他都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包括铁 铁托 南斯拉夫的 你很难说哪个是 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是原教 马克思主义者 那我提一个 就是说 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 这个东西是不是永恒的 一种 就是说 人都会变成 你看我对异化最早的理解 就是卓别林的那个 流水线上的工人 最后看见女人的奶头也净 就是说人变成了一个 不是他的东西 因为这个现代的分工 人变成了一个 不是他的东西 某种意义上 今天讲的专业主义激情 专业主义 其实 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的异化 那么你像陈颖珍 他可能就认为 他认为 他对鲁迅的理解 就是 其实 他还要分出一个什么呢 党的左翼 党的这个左翼文学 和这个鲁迅的这个左翼文学 据说还有一个分别 就比如说 你要是党的左翼啊 党性原则是最高原则 那么他 按照陈颖珍所理解的 鲁迅的左翼是 永远要提醒那些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你们不要成为 任何东西的奴隶 甚至不要成为 这个工作的奴隶 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奴隶 你觉得这个东西仅仅是一个空想吗 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提出来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就关键于 你要了解这个社会中 谁是被迫害的 对 屌丝吗 算不算 那就是你要真正的理解这个 对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种 可能他的出发点 他的动机 或者这种批判的姿态是对的 可能是一种这种理想 你 这种理想是值得 值得敬重的 但是我觉得 他应该 把他的理论 就是说更 跟 跟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 应该结合起来 包括说左翼的东西 他应该靠作品说话 而不是应该仅仅靠他的一个口号 靠他一个主张来说话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作品 OK 你能站在街头 你能对公众去演讲 就像那个七泽克在 站立花儿街的时候 我去跟他做一段文件 我这才代表左翼思潮 对吧 我比如说 或者我像那个 中国农民调查一样 我像总理说实际上 我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我这样才能对一个社会 当下社会 能够揭露了人间杂志